公平何谈公平 何为公平 公平还存在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豆三岁 我现在是在加拿大曼省文尼波 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在曼省的生活 以及生活上些见 还没关注我的小伙伴们 一定要先关注起来 谢谢大家的支持 最近在曼省的华人是非常非常愤怒 但是又哪里能谈公平可言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从上年下半年开始 曼省的省提名邀请的分数是非常非常高的 就在今年年达到了823分的一个 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水平 很多人对这个823分没有什么概念 这么说吧 在前几年曼省的分数一般来说的话 是650分左右就可以被邀请 但是近上半年的话 真的真的就非常非常高 823分823分还不不怕 就怕的是不邀请你 就是现在曼省出来12月1月 全部全部都是定向邀请 只让邀请了一次 那个普通的823分 定向邀请都邀请的谁呢 曼省有亲属在曼省 我才会邀请你 你要是在曼省没有亲属的话 什么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没有的话 不好意思我不邀请你 这就是曼省的定向邀请 很多很多人很奇怪 这个曼省的定向邀请 为什么会一直在邀请亲属呢 这个亲属的定义是什么 这个亲属必须在曼省已经在这边 待了一段时间了 必须在这边 第一个是拿完皮 第二个是在这长居了 必须得在曼省居住一年以上 我认为 只要你亲属在曼省长居的话 你也很有可能在曼省长居 这是曼省现在对很多很多人 来曼省为跳板的人 非常非常不友好的一个点 很多很多我们华人来到曼省 都是想以曼省为跳板 就是来曼省拿到身份就走了 不好意思 曼省现在傲娇起来了 我不确认 我就是 觉得你们不会 为曼省创造一定的价值 我这么跟你说 他说的这句话 也是有根有据的 我就问屏幕前的华人兄弟们 在曼省已经在申请的朋友们 你们是不是拿到身份 就要去其他省 这个人家是没有说错的 确实是这样的 最不爽的就是 这个亲属邀请 真的是已经邀请了三次 每次基本上都是一百多人二百多人 让我们华人看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生气 因为我们华人基本上来的都是独生子女 很多很多的人 很多很多的就是已经在这拿到身份 就像我我父母 我姐 我妹 这些朋友 就是亲人 他们不不打算来这边 他们也不想来这边 所以说基本上这个亲属邀请的话 是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 第一个是菲律宾人 第二个越南人 第三个是印度人 那不难看得出曼省移民局部长 移民部长是哪个人呢 是菲律宾裔的 这么你们就能想象得到 曼省 省提名邀请的亲属 那个在曼省有亲属的这些借博人呢 就是因为移民部长是菲律宾人 在这么高的一个分数下 他肯定是对于他们的族语表语 就是作为贡献去捞这批人 基本上每次邀请这个亲属的 基本上在大多大数多数的就是菲律宾裔 没办法 人家有坏权 在曼省 在整个加拿大 有坏权的就可以说话 就是像上年 印度人 那个offer造假 留学造假 七百多人造假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没有被遣返 你们是不是非常惊讶 不要惊讶 这就是政党的力量 因为在加拿大 这个议员里面 印度裔的话 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 人家能说到话 所以说 这也是我们不难看出 在加拿大来说的话 真的 你不要谈那么多的公平 就是世界每个角落 没有公平 这一说 所以说 真的 就好好好的 提升自己的雅思情况 提升自己的经济能力 想来 尽快尽早来 真的 要是真不来的话 就放弃了 现在加拿大不缺人 这两国也有 90万的乌克兰人 要陆陆续续来到加拿大了 所以说 对于现在的加拿大 真的是 有230多万的申请人 还在陆陆续续来加拿大 还在申请来加拿大 所以说 现在加拿大非常非常傲娇 就是邀请你 就包括 年初的这个学签 学签 就是留学移民 这条路 也是非常非常多的人 受到的影响 夫妻双达 夫妻双达 受到影响最大的就是 两拨人 一个是印度人 一个就是我们华人了 很多人说 这次影响 对于印度人 是个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对于我们华人 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你不要小看这个配偶工签 对于我们华人 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说 所以说 这些来说的话 因为 为什么华人在 咱就不说什么 温哥华多伦多了 就在曼省 为什么一直说不上话 就是因为太少太少的人了 在曼省 整个曼省 有13040万 5万人 但是 华人在温尼博的 在整个曼省的华人 也就在将近3万华人 有什么话语权 和华人一员啊 基本没有 不要那么的不利性 这就是事实 这就是事实的存在 我不知道 他未来曼省 他会不会 就是 邀请人又成什么样子的 但是 这个分数 基本上 以现在的一个 定向邀请的话 真的是很难 很难降下来了 你要是说 一个月就 正常捞一次 捞两次 两次一次 就是亲属 另一次就是普通 基本上都高照 800多分的 所以说 现在还想来曼省的人 一定 一定要去算一下 自己的分数 有没有750分以上 没有的话 就相对来说的话 很难很难来了 外省又想来曼省拿身份的 就不要来了 这个我是 你们听劝 你们少着弯路 不听劝 你们照样可以来 真的 对外省人来说的话 真的一点希望没有了 在 上年 上年的下半年 是一个节点 后面 这陆陆续续 有很多很多 在外省 已经来这边 工作了很长时间 工作了一年时间 已经 入了池子 但是他的分数 只有600多分了 一直捞不上来 一直捞不上来 工签 马上到期了 怎么办 这都是你们会面临到的 一些问题 这就是现实 是每个时代的产物 真的是 你抓住就可以 你抓不住 真的就玩完 很多很多人 就是说 哎呀 嗯 留学移民不行了 那个 很多人问 网上就是说 啊 雇主担保可以了 雇主担保 也现在也在 慢慢的去搜紧了 呃 在前几天 移民部长就发布了 对加拿大的 低技能 低工资的劳工 要限制 所以说 这也是 那加拿大 现在一直一直在 搜紧的一个状态 后面搜紧 又是如何 真也不知道 这个只是说 现在越来越搜紧 但是加拿大 对于优质的人才 还是非常非常保护的 比如你们年轻 呃 雅思比较好 又有能力 又有钱的 在加拿大 永远是喜欢这拨人的 所以 所以说 要是年龄大 又语言不好 又不经济 能力又不行 这这这拨人 在哪个国家都不行 也许我今天发出去的视频 有很多人想堵我 这就是事实 也许这话难听 但是 你听了 对你有帮助 所以说 其实 曼省的定向的邀请 也是因为上年 印度人的一个 就是游行 他就是因为很多很多人 一直落不上来 分数一居高不下 很多很多印度人就开始 一下 那个我要游行 游行的结果就是 曼省开始 职业定向邀请了 但是 像今年 我们华人 很多 包括印度人 很多很多 攻天到亲的 省提名还没下来 还是 也什么 弄的群啊 什么没用 没用 真没用 真是 这就是一个民主的影响吧 在这边 我们的影响太小 还有我们说 归根结底 我们说白了 组织一场游行 一百个人举手 去的 我毫不夸张的说 不到十个 这就是现实 这就是事实 好了 那咱今天就聊到这 有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订阅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